下课 包庸米 撞油闯天下 第二团要前往泰国 多多 平庸 殿尾 加上大旅办 湘海 又以九天的时间探索泰国文化 造访大象公园与艺院 最后挑战为大象莫凡的终极目标 四人分工合作 勇闯维孝之国 小小飞猫客 撞油闯天下 包庸米 GO 泰国四人组的撞油之旅 完成了许多不可能的任务 南国巴士开这么快的嘛 他们体验最在地的文化 感受最浓的泰国人情味 今天他们要来一趟 意外连连的古城寻宝之旅 这个是中间那一趟吗 是 就是这里 还要完成他们期待已久的 青迈大象冒险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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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一趟 一枪冒险 600 你们真的要死 没有护照 我干得留在那里 状况百出 危险不顿 他们能一起够困难吗 你们会丢下他不管吗 可能 如果真的不行 他还是丢下他 撞油第五天 四人组天还没亮就展开行程 这天都还没亮 看来要出玩港了 没人知道今天的目的地 坐上黑衣人的车 他们要去哪里 是什么 车站吗 好 车站 好 车站 这么近喔 就不要那么早起来 今天的神秘任务 就从火车站开始 只是目的地呢 好 车站 把火车去旅行 然后呢 要去一个你们有做过公车的地方 那个地方有大象 也有骨骑 住车 其实这个神秘的目的地 他们早在行前就曾经讨论过 他有一个地方是有保留那边的骨骑 我想要去那个水象市场 早上六点起来 七点要再搭火车去大乘 搭火车去大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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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用华语去问 我们直接看那个火车的数据表上面 今天是定时要有七点 七点是那一班而已 大券 多少钱 八十 四个八十 多多开心 多多觉得 三千 但一张火车票只有二十块台币 谨慎的燕尾很担心 会不会买错了 差点 Dest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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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应该不是到达这里 那应该是他的帽子帽子帽子 Destination 万一搭错车 今天的旅行就泡汤了 四个人不知如何是好 幸好几天来了问路惊艳 他们已经能大胆问人 对 谢谢 谢谢 谢谢我们一张帽子 帽子我们上面都在台湾 久了 台湾完全看不懂 幸好多多反应快 这个名字是大汤 对 台湾 还有台湾 这个台湾 很便宜 一张才二十块 对 怎么做那么便宜 是什么样的火车 我有点害怕 泰国有许多古董级的火车 少了一点舒适 却是体验在地生活的好选择 相关比较两块 很简陋 但是好像有点有趣 只是 我们跳上的时间是七点钟 但是看现在时间已经七点十分了 刚刚听说这个慢 快则露点了十多分钟 慢则会露点半小时都有可能 所以大家好像都很习惯这种状况 迪雷得有点夸张 跟小巷真的不太一样 听说他们的卧护很舒服 结果出发就五点一个小时 这也算体验到泰国的慢活特色吧 大城位于曼谷北部大约八十公里 沿途可以欣赏到泰国的乡村景色 是不过 我们上车就随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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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 他们最好的方式当然就是美食啦 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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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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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驴育店晚了一个多小时 终于到了 你们要先去这里还是先去哪里 我们大概问一下价格 谁上司机 好 好 我们先下去了 我有去哪一块 由于火车大污点 四人组只有六个小时 计算2000泰铢可以玩 怎么样 用有限的时间跟钱去最想去的地方 考验他们的应变能力 你问我一下吗 那你不告诉他 好 那我就要害手 这已经有人了 你还好 可以啊 前面吧 前面好像有 那种好像 首先要解决交通问题 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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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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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两路 他可以去哪里 只有一路 他意思说你 你接下来还可以再载你 他可能会包车的感觉 他可能会包车的感觉 他可能会载车那边 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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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猜我们去那边等下 过去那里再想一想要去哪 好 都都车是泰国最有名的交通工具 做度快又便宜 是城市旅行最好的选择 他们第一个要去的景点 就是水上市场 快点快点 猜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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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猜猜 猜猜猜 猜猜猜猜 猜猜猜猜猜 看来运气不错 有好的可以使用 这眼睛闭起来了 好可爱 他妈妈把食物全部盖在他脸上 只不过来到热门光泡区 什么都贵 如果你只是要进去 就要付200块 可以跟他杀鸡 我觉得他表演一定是不过 150块 太大了 太大了 那我 他都购 100块 要花800元 逛一个不熟悉的景点吗 四个人都很烦恼 没想到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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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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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利化解危机 马上进去逛逛 Hello 曾经做过功课的多多 也跟大家分享水上市场的由来 他一开始是他们在水上面卖东西 然后住在陆地上 然后后来因为在水上卖东西 还要在下船上面麻烦 他们就把他的家长都搬到船上面 然后就开始住在这边 然后后来就变成定居 然后就变水上市场 来到水上市场 当然要搭船 泰国传统水上市场很多 这个是为观光客体验而设计的 跟他们想象的很不一样 我以为会有那种船跟船交 会有那种温度 会觉得会有一些东西是卖在船上 因为最原始的是在船上卖 就是我想象会生活感再重一点 这边比较像观光之一 虽然有点失望 不过第一次的新鲜感 多多还是觉得很开心 我会去给朋友看 接下来要去古城吃 到这里和这里和这里 多少 多多很担心钱的问题 刚刚虽然多多免费 但还是花了不少钱 预算所剩不多 他们开始伤脑筋了 我一天要照顾你 他叫我们保车一天 你来 你来 然后你来回到什么时候 3点 4点 我没关系 我没关系 你来多少 你来多少 自己打 你 这个很 太意外了 既然要让他们决定价钱 面对帮过他们大忙的司机 三个小孩 会手下留情吗 你想多少 1 1 一开始想要省钱 对 超想省的 多少 你想多少 800 你想我这里 1000 6 6 5 6 5 6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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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城古鸡群是十四到十八世纪 阿鱼拖延王国的首都 是当时东南亚最繁荣的城市 因为拥有珍贵的佛像跟寺庙 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跟上哦 很大的一个佛坐在那里 Viu超棒 我刚刚临时接到一个黑衣人的任务 快点集合 我们要拍这三个大头 是一个睡觉的 就是这里面 还有这个脸上晶晶的 还有这个 四人组要在下午四点之前 照黑衣人提供的照片 找出真实的佛像 闯关成功就能得到神秘礼物 可以拿钱吗 极色 极色不能够付钱 你想太多了 古城里的佛像多到数不清 他们决定先找最近的卧佛像 女生会能穿短 不能漏飞 这个吗 不行 应该是 去看看他们脸 阿鱼陀岩王朝财富雄后 祖庆佛教的国王 以兴建雄伟的寺庙跟佛像 来表示对佛陀的尊敬 就算到了现代还是香火鼎盛 你看我拍的这个 仔细比对照片完全正确 第一题解答成功 二 二 三 一股作气找第二个 那我股心的会不会就在这 我看一下 他的耳垂很长 这不像 这一股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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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三个点太不好的地方 问路人 好 这股东西 咱们一个股东西 先去找 那个俗的佛脸 然后再去找那个 这个 大家都一直很疑惑 不知道是哪里的 帮来 看不到 我们在这一股东西 这一股东西 这个 一股东西 好 等一下 大家全部可以超过 这么多的三股东西 这三股东西 一股东西 她 她 真的吗 真的吗 谢谢 一股东西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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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 这不是中间那一口吗 是是是 就是这里 可以 就是這 很快就找到第二個佛像 但這裡拍照有個規定 不行 坐下來可以拍 如果你要往後拍的話 不能超過它的高度是不是 如果要拍的話 是的 佛理人神聖 為了表示尊敬 人而可不能比佛還高 但為什麼這個佛像會被樹包住呢 原來是以前被戰爭破壞 有人想偷弄它們 當年他放火燒的時候 燒斷了 然後頭部那些手部全部散 它滾下來的時候 然後剛好卡在裡面 我還有另外一個說法是 之前的那個佛身上都有貼金箔 他們為了要把那個金箔帶走 就破壞這些佛像 對 小偷那時候因為拿太多東西 就拿不動 對 那個就把它留在樹邊這樣 然後結果現在斬一斬就變這樣 燒好色 如果我們完成的話 不知道要怎麼講究 成就感榮譽心 他意思 然後要 一萬塊 第三個金箔佛像 據說就在附近 他們火速前進 但是 是 馬上進來 好 這裡 裡面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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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這個 只有這個大的佛像的頭 跟那邊一個臥佛 對 所以你知道哪裡是嗎 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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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當地人也不知道 第三個佛像會卡關嗎 你先查那個金箔佛像 金箔佛像有 有 就在這個時候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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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說在博物館旁邊的寺廟裡 是真的嗎 他說這是最大的 全泰國最大的 青銅佛像 哇 好大 這個超級大 它是全泰國最大的菜籠 是 我都覺得它是帽子 它是頭髮 快要頂 天花板 沒想到誤打誤撞來到知名景點 而且聽說真的有金箔佛像 沒想到 這幾個 我的天 這裡居然收藏了幾十尊類似的佛像 到底哪一尊才是呢 好 奇怪我不講 不是 它鼻子沒有要往那麼進去 你要站過來一點 你要在這邊講 它的角度 它的眉毛有一個這樣的 很像嘴唇 你覺得像 我去看其他有沒有更像 還是這 我覺得這一個 時間所剩不多 上下答案是哪一個 很像 你決定了嗎 應該是這一個 好 我們覺得是它 為什麼是它 哪裡像 然後它鼻子很明顯的 有稍微凹進去一點點 然後這邊 它人中這邊也是凹得滿深的 它耳朵這樣存下來的部分 它幾乎是長得一模一樣 如果它說那一張的紅色是夕陽 那夕陽這邊是窗戶 所以那邊的不會照到 最有可能照到就是這個 完全正確 庭佑不但觀察到佛像的細節 多多連拍照的角度跟光線 也解答正確 而任務成功的獎勵 就是得到錢往下一個壯有的城市 請買的機票 順利完成任務 四個人都超開心 連付錢也變大方了 來 1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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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還有這個卡片 好棒 好棒 我覺得今天很棒 因為一開始就是從火車之旅開始 開啟了一個完全就是 六年級 對 非常不一樣 真的很像背包客的旅行 意外的旅行 達到意想不到的挑戰跟驚喜 私人組收穫滿滿 我們今天呢 在有熱心司機的幫助之下 還有照顧之下 我們完成了 完成了 阿與駝岩六小時的旅遊 人情味很重要 對 但旅行中人情味非常重要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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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國撞遊前半段的旅程 四個人完成了許多計畫之中 和意料之外的大挑戰 隔天 四個人要搭飛機到秦邁 但最大的危機 竟然跟他們剛到泰國所說的一樣 即將發生 你會出事的就是那種 中間就是 然後大家都已經開始說 我覺得我這樣可以 很有信心 對 請買第一天或第二天會吃膽子 請買第一天或第二天會吃膽子 護照有在身上嗎 我在爸爸 好 現在在身上 要不要檢查一下 沒有 我怎麼沒有 開車啊 不要開玩笑耶 真的假的 前幾天停用才掉過手機 現在要掉護照 麻煩大囉 他這樣子沒有護照 我看誰留在曼谷對不對 對 我也不去台灣 這個飯你要很久 是吧 一個星期到一個月 這麼久啊 這麼久啊 這麼遠啊 這麼久啊 讓我去 那裡我住在那裡 因為 我想可能 我放了我的護照 找遍了行李箱 停用還是找不到 可能會掉的地方 只剩房間 你在拿草布 你這事情很大條耶 你可以幫我照一下嗎 好 沒了 沒有 好 他會在哪兒 我們幾點要走啊 對 現在已經兩點了 現在要走了是不是 過去幾天 四個人一起更快難 但現在搭機的時間快到了 他們會放棄停用嗎 你們會丟下他不管嗎 可 沒有… 如果真的不行 當然是丟下他 最後一絲希望 多多厭尾又問櫃檯 結果 在哪裡 那個… 那個打草房間的 已經幫你找到 放到櫃檯了 原來是旅社清潔人員 比停用快步 從房間撿到了 停用套過一劫 不知道該說什麼 怎麼會這樣 你真是打草 我沒有幫你找到 你就完蛋了 謝謝 謝謝 好啦 差點啦 我們時間也來不及對 重點是找到了 一定要小心護照 好不好 要去清邁了 有驚呼線搭上飛機到清邁 四人前往下趟的民宿 卻換多多身體不舒服 現在感覺如何 很累 就是身體很重 連續幾天的悶熱和疲勞 多多的體力已經負擔不住 不過一路來 常跟多多鬥嘴的停用 這時候反而跳出來照顧他 所以妳要陪他是不是 對啊 轉不可能 想跟就是說 我跟那個肚子先生 都跑出去吧 只是 放心 我有上過醫療課程 先把我 先把那個發燒藥拿出來 好了 我現在不用吃啊 我先準備出來嘛 搞不好待會兒會碰我浪賽 你就準備你自己的浪賽藥 我要把全部都吃 看你鬥嘴的習慣 還是改不了啊 對啊 對啊 清麥是泰國的第二大城 四人組大老遠來清麥撞遊的目的 就是拜訪大象 並為牠們做些事 哈囉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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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國北部是大象 吩咐最多的地區之一 他們原本被人類用來伐木跟觀光表演 因為老化生病或是被虐待而被人類遺棄 為了保護這些大象 當地有一些大象庇護站 負責照護他們 並透過生態旅遊 提醒旅客們一起保護泰國大象 你已經準備好了嗎 對 來吧 先跟牠 好好的互動 打到牠下 我必須讓牠們認識你 但是我必須把牠們拆掉 牠們會用牠們來嗅嗅 大象的鼻子有靈敏的嗅覺 據說只要讓牠們聞過一次味道 牠就會記得你 我們可以把牠們放在牠上 把牠們放在牠上 把牠們放在牠上 可以嗎 怎麼讓大象親近你呢 例如說為牠吃最愛的香蕉 是看牠交朋友最快的方法 我們要告訴牠們 鞋子 這意味道要開口 當牠們用指示 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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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願意嘗試嗎 你可以做 可以幫牠們 很簡單 我們要幫牠們 你害怕 你必須要告訴牠們 就這樣 然後告訴牠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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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真的會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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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堅定地跟牠說好 好 好 跟大象做朋友的出體驗 做什麼都很新鮮 小心被尾巴甩開 小心被尾巴甩開 好 牠被包回了 好 包 牠被包開 好 好 好 牠這樣好像是那個時候 一直狂吃蘿蚵巴的感覺 你怎麼一直掉在地上 牠還會看 牠看沒熟到牠就會往地板踢 有 這個是實驗 對 牠不吃 牠不吃綠的 那就不要再餵牠吃綠了 不然浪費 牠在扒皮 有 你看牠扒到紫色那個香蕉 好厲害 牠撥皮是一熊都比我好 牠大便 而且牠那個大便掉下來的聲音 很大聲 你看牠馬上就有那個差異 對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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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底下好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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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能感覺到嗎 真的 還沒有 我們看到牠的腿移動 牠的腿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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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感動 摸到小熊在 真的太動 李說照顧大象的健康很重要 今天他們要幫大象做消化專用的維他蜜 我們隊伍 我們今天要煮餅 我們要煮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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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的腿移動 牠的腿移動 大象的維他蜜 用天然材料做成 有黑糖 酸果 薑黃 鹽和香蕉等等 大家都想做做看 真的有吃耶 超強的 超強的 你會用你的力量 然後你會害羞 你會害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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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配藥的感覺 有 然後有關係 就是把一些簡單的材料 然後攪在一起 攪在一起 大象的維他蜜 好吃嗎 當然得吃吃看才知道 好燙 這根柱子 有沒有跟你一樣高 好 吃吃看 好好吃喔 好吃 好吃 好辣喔 出來了 好 好 再用芭蕉液 把維他蜜包起來 就完成了 大象們會喜歡 他們做的維他蜜嗎 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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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讓我試試看 好 你做什麼 好像把它吃掉一樣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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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很棒 謝謝 他好厲害 多多你沒有包好 他都自己把它這樣 丟到嘴裡 很棒 跟你說我有偷偷加一顆糖 不要給我 下一集 天主要帶大象一起去撞 還有 還有一起玩米發育 還有一起玩米發育 還要拜訪全世界第一座大象 還要拜訪全世界第一座大象